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鞋长官 您的任性故事系 有一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打一场蓝球赞 当时一上来被对手打懵了 被对手打懵了之后 上半场狠了 才得了几分 忘了 反正得的分特别少 后来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教练就骂我们 说你们算是碰上中国国家队 上半场能只得这么点分吗 难道这个对手比国家队还强吗 就骂我们 当然下半场虽然比赛最后还是输了 但是下半场场面把我比分追的都很近 我印象很深 那场比赛最后有一个错误判罚 我们有一个三分球算成两分了 您也知道篮球比赛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这三分两分就完全战术 打法体系能不能追 能不能打过来 都是完全不一样 您别看就差这一分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天输的也稍微有点冤 但是教练骂我没话 我算是到今天我都能记着 这个对手难道比国家队还强吗 很不幸 如果咱们真的要看那篇对方的命中率的话 比国家队要强 为什么我能说这话呢 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视频 人家视频本身不是搞笑的 但是内容特搞笑 中国伟大的篮球国家队不是又招了一个新的外教吗 这外教来了之后 信心满满 跟各种跟媒体就开始吹 开始放调 就开始开始放话 我来执教能如何如何 就能怎么怎么样 后来一看中国国家队这帮球员傻了 上篮能上进 这废话 我觉得打过篮球的人上篮都应该不是特大问题 更何况国家队上篮能上进 两分球投不进 那可能是两分球 现在这个趋势越来越少了 对吧 中投投的少了 就这都扯淡 中投投的少了 你两分球投不进 那看看你们三分吧 三分还是投不进 哎呦 那教练就懵了 哎呀 三分也投不进 那看看罚篮吧 罚球啊 是篮球场上最容易的一种得分方式 篮球场上最容易的两种得分方式 一个是下快攻上篮 没人防你了 下快攻几乎就没人防你了 您放不进去 好歹能打个加罚吧 空篮 你再上不进 别打篮球了 对吧 第二个就是罚球 完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投篮 而且这个我觉得是篮球运动员练的最多的一种投篮方式了 对吧 每天都要练 每时时刻刻都要练的这么一个投篮方式 所以呢 这个教练就在这个之前定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内线球员啊 罚球命中率不能低于75% 这个封线球员不能低于80% 后卫球员不能低于85% 后来从国家队训练罚球的结果来看 只有一个人完成了这项任务 就是完成了他们之前定的这个目标 有一姓胡的啊 胡金秋吧 好像是那么一位 87.5% 只有他完成了这个目标 其他所有球员都没完成 其中国家队最引以为傲的 我之前已经骂过很多回的那个郭爱伦 改年龄的那个郭爱伦 罚球命中率50% 赵纪伟 33% 后卫啊 这都是 您这33% 咱说不好听 你还不如杀靠尼尔 罚球命中率高呢 人家比赛中投出46%的罚球命中率 人家一中方 还是那种出了名的 以不会罚球为出名的中方 奥尼尔不是有一句名言吗 我罚球要像雷吉米洛一样准 那你们所有人都别玩我 你们这联盟 我就摧毁联盟了 对吧 本来还以所谓砍杀战术 能稍微限制一下奥尼尔 让他上罚球线 罚不进 然后得点分 然后我们对方去抢了板 打个反击什么的 您罚球命中率有80% 85% 雷吉米洛似的 好家伙 那谁爱跟你玩啊 你怎么防你 没法防了 就这个奥尼尔罚球命中率 比咱们中国国家队的这个后卫啊 主力后卫 未来的所谓的这个金牌后卫 赵纪伟高 10% 13个点 而且您是在训练中 罚出33% 你要脸吗 你真不如那天 我们碰上那支球队厉害 中国公安大学啊 真不如我们那天 碰上那支球队厉害 对吧 您这 他太刺了 你这国家队怎么能成这样 后来这教练实在没招了 上篮能上进 比赛的时候 哪有那么多上篮机会啊 中头投不进 三分投不进 罚球罚不进 您还能干嘛 后来再一看运球 哎呀 给这教练愁的 我怎么摊上这么一摊生意 早知道中国这不来了 尤纳斯那帮人 当年久问 久问国家队 对吧 你们这为什么 关键时刻 这体能永远出问题 那废话 平时烟酒不离家 您像我这种人 抽烟喝酒就算了 对不对 我不是国家队 我不是以运动为生的人 您这是以运动为生的人 一天到晚抽烟喝酒 好 那烟抽的比谁都勤 那郭奥伦那烟抽的 那真是比谁都勤 那还东北人 咱们不是说东北人都能喝酒啊 但是能想象 他应该也能喝点 对吧 烟酒不离手 这不就这帮人 您怎么指 他在关键时刻能打劲 能体能能好 这都反人类 反常识了 他体能要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主教练 实在没招了 那干脆咱就练练基本功吧 我都没见过 国家队集训 从基本功 从运球开始练 你们中国国家队要练吗 你们这么一帮人 你们真是臭不要练啊 在场上 上一次 从基本功开始练 每次训练 从基本功开始练 是体效 我知道的 是体效 从基本功开始练 阀球 运球 对吧 各种运球 跑位 滑步 前冲 这都是从体效开始练 高中恨不得都不太练这东西了 大学都不把这个事当做每天必修课了 您自己私下练去了 都差不多了 我们当时去打比赛去 我印象中我们当年那时候打北京市最强的几个队 清华大学 对吧 人民大学 人家那训练的时候头篮练习头篮不丢啊 真是不丢啊 训练的时候就是比赛前热身 一边一个队一个半场 热身的时候 我们这边头篮还经常有几个能打铁弹出去的 人家头篮不丢啊 全是空刷啊 还都是 你们这国家队的基本功怎么还不如大学生队的 你们一直配吗 在中国打篮球 骗这么多钱 给你开那么高工资 姚明说降个薪 你们还不干 你们配拿那么多钱吗 你们真不配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中国呀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因为体制差异和这个叫这个NBA呀 包括其他联赛呀 差的那么多 其实现在看根本就不是体制差异 也是体制 运动员体制 运动员身体不行 基本功不行 然后什么什么投完什么 这个这个那个都不行 都不行以后你还不爱练 那你说你能好吗 中国篮球完蛋了 早晚得跟足球一样 真的 我以后再看中国南篮一场比赛 我跟您信 我跟赵继伟他们家信 行了吗 多了 这期咱们就骂街骂到这吧 真的太气愤 所以打篮球的人 看见他们在场上那么丢人 着急你知道吧 就骂到这了 各位再见 拜拜